追劇用逆來收納 頭已經補充了 我們現在應該要買一包零食 麥芝 怎麼會有一隻包裹在裡面呢 已經爆炸了零食櫃 你又要進去湊熱鬧 有開過的沒開過的 到底要怎麼整理啊 真的很難選耶 還是我們再來呼叫一下 這群整理師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零食櫃 雖然說是零食櫃其實還有很多 明顯不是零食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能要重新分類一下 通常會這樣子可能就是沒有注意到效期 那我們可能要幫你們確認一下 是不是有零食已經過期的部分 哇 全部清光了耶 老師這這麼多 有這麼多東西喔 對啊 哇 哇 總共從裡面兩層挖出來的 哇 老師那你都是用什麼樣的就是標準來做分類 主要因為是零食櫃 主要是以保存期限為主 那不是零食有這兩袋 這一袋是比較像紀念品 然後這一袋是空盒 那這邊是還是奇效內的東西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東西都會硬齊效 那這邊是集齊的 因為現在就是集齊 就是快過期的東西 對 但還沒過期 然後這邊是比較標示不清楚的 因為剛好有一些國外買回來的零食 標示比較不清楚 那就是用在這邊 那這邊的話就是過期的部分 好 我們零食區已經整理完了喔 因為我們剛剛在整理的時候 有幫我們的屋主看過孝齊 那有集齊和已經塞封的零食 我們都會幫他集中放在檯面上 讓這樣子整齊的檯列好 讓他屋主跟他的家人一看到 就知道哪一些要先吃 其他的放在下面 也就是我們的庫存區 像是這邊 這是其效比較後面的 還有我們最近才新買的蛋捲等等 然後這樣子放的效果就是說 不會未拆封的零食越來越多 那你反而會不知道該先吃哪一個部分 怎麼隨便一個櫃子也這麼多袋啊 老師這是我剛搬來的時候 到現在留的那個箱子耶 這種這樣子箱子還要繼續再保留嗎 因為這些箱子就是很明顯的比較舊的 那我們都會建議不要保留 因為紙箱都很容易自生小動物之類的東西 目前的分類是這一代是廚房用品 這一代是紀念品 這一代是家居 然後這邊也是卡帶類 然後這裡是其他生活雜物 然後最後有一包是手工藝跟斷帶收藏的 然後我們待會再把它淘汰 然後再重新歸位 對 接下來是剛剛櫃子裡面其他家裡有的生活用品 都放在這邊 然後我們有按照屋主的使用 使用習慣 這邊是最常用的 然後像是我們的燈套跟免洗餐具 它下面是比較不常用的 像譬如說有些紀念品和針線盒的部分 就是比較少用的 常用的放上面 少用的放下面 那這邊有一個地方要特別介紹 就是我們的櫃子 通常都是右手開 這樣最順的地方放我們最常用的 吃飯會用的紙盒 才不會說要拿這些 然後還要開兩道門才拿到東西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